北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 它也以自身希望被看到的样子向外界展示自己 不过在这次的影片中 我们想来一窥这个被管制的审查剧场背后 看看北韩的人民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Top10频道 我们收集了很多北韩的照片 有些是经过批准的 但有些则是非法拍摄的 这些证据说不定可以为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带来一线曙光 美丽人生 很多人都以为北韩禁止让外国人拍摄照片 其实这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 不过在这个国家里 摄影会受到审查也是一个事实 照片一定会受到当局的审查 即使是最无害的照片 也常常都会遭到删除 照片必须能展示出北韩的繁荣和幸福生活 才能被允许 而在这个人间天堂里面 贫穷和极度普通的人民生活和行为 是被视为禁止的内容 加拿大的工程师贝克特·林德沃 被允许保留下这张照片 不过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照片 没有办法带回来 然而照片被阻止带出北韩的原因让人啼笑皆非 竟然只是因为照片里拍到好几台没有洗干净的卡车 没有什么比在平壤草地上割草的人更无害了吧 不过这些照片并没有通过北韩的审查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张照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拔草食用 这意味着即使是住在首都的人也都在挨饿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摄影师艾瑞克·拉夫格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就把照片带出北韩 而且这还不是他偷偷带出来的唯一一张照片 这应该就是拉夫格被永远禁止进入北韩的原因吧 从1995年到2010年 韩国运送了3300万吨的食品到北韩 中国送出了300万吨 美国也资助了240万吨 虽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之下 局势已经稳定下来 不过现在幸福主义的背后还是隐藏着许多问题 扮演劳动者的演员们都在微笑 因为在一个幸福的国家里面是不会有悲惨痛苦的人民的 另一方面 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露出微笑 那也没有关系 尤其是当大家不得不排着如此长的队伍等待电车的时候 雕像也被进行了改造 2012年 平壤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成为快乐的地方 那就是伟大的纪念碑 那里曾经设立着一尊金日成身穿军装 神情严肃的典型北韩雕像 当时是因为领导人认为雕像不应该有笑容 不过时代已经不同了 金日成和他的儿子金正日 现在都穿着更现代的西装 这两位过往的领导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然而在北韩这个国家 享乐有时也是被禁止的 2021年 北韩人被禁止在11天之内表现出任何快乐的样子 这个奇怪的规定 与前国家主席金正日逝世十周年有关 2011年 北韩举国哀悼前总统金正日的逝世 而到了2021年的时候 为了哀悼已经过世很久的伟大领导人 人民被禁止庆祝生日 度过闲暇时光 欢笑和饮酒作乐 甚至连亲近的人过世了 都还不能办丧事 而且12月17日当天 也被禁止外出购买食物和日用品 平壤 平壤是代表着北韩的都市 也是这个国家少数可以自信地向游客展示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当然允许拍摄照片了 5月1日体育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役体育场之一 金日成广场是阅兵典礼的会场 胜利之门也是为了庆祝金日成的胜利 许多其他纪念碑和建筑物 都传达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 1987年竣工的柳京饭店 有105层楼 高度约330公尺 这是北韩最高的建筑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空楼 尽管如此 这间饭店都被用在宣传影片的拍摄 所以还是有它的用处的 好吧 我们得承认 它在LED灯光下看起来确实是很华丽 另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 是主体思想纪念碑 从大多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170公尺高的方间碑 是主体思想的象征 这个建筑物的概念是 人是自己的命运和周遭世界的主人 这种意识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孤立主义 和北韩今日的整体面貌 它带入了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个人至上的极权主义 和普遍征兵制 这些就是这座在夜间闪耀的纪念碑 所象征的意义 平壤也有现代式建筑物 餐厅摩天大楼和两座水族馆 虽然观光客可以拍摄所有这些美丽的建筑 但有时候导游也会请你删除照片 或者是直接告诉你最好不要拍摄 那是因为隐藏在漂亮外表后面的 并不一定是美好的事物 许都公寓的房间都被空置着 没有暖气也没有灯 不过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经常都能找到很有可能通过审查的拍摄目标 各位请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由美国的摄影记者 大卫·古腾菲尔德所拍摄的 这上面拍到了平壤 最近新建而成的训练馆和健身俱乐部等设施 虽然负责审查的人员只有看到伟大领袖的照片 但大卫注意到了整个地区的灯都熄灭了 是的 即使是在北韩首都的精英地区 竟然也有电力不足的状况 这就是为什么导游喜欢有拍到电脑的照片 而不喜欢这样子的照片 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孩子们 坐在没有电的电脑旁边 儿童 在北韩度过童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许多孩子都需要辛苦工作来帮助他们的父母 这在贫穷国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让儿童从事苦役 则是违反了儿童权利相关宣言 他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在建设铁路和搬运石头 这并不能被称作是快乐的童年 根据《劲爆》杂志最近的一篇报道 所有这些孩子都在进行无薪酬的服役 他们的童年并不是像宣传影片里那样 即使受到严格的管教 孩子最终还是孩子 他们有时候也是会违反规则的 这是在平壤公园里拍到的照片 有个小女孩在为了安全而设置的栅栏上玩耍 这种行为当然是被禁止的 还有这个男孩站在一辆穿过乡村的公共汽车前面 这是个罕见的不服从的例子 所以这张照片也被禁止了 朝鲜的最大债务 在1970年代 有几家瑞典公司为了销售自家的产品 于是开始将北韩视为他们的潜在市场 1973年 瑞典成为了西方阵营中 第一个在朝鲜设立大使馆的国家 他们预测这样做 不会出现贸易上的问题 于是富豪汽车与朝鲜政府签订了契约 要采购一千辆富豪144型轿车 富豪汽车一年之内就把汽车制造完成 并且按契约内容将车交付给了购买者 不过没想到北韩竟然没有打算付这些车子的费用 富豪144型轿车被分发给国家的领导阶层人士 不过直到1976年 富豪汽车才非常客气地向北韩要求支付款项 可以想象到目前为止 富豪汽车根本就还没有收到22亿瑞典克朗 也就是1.1亿欧元的付款 这笔荒唐的交易也被戏称为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偷车案 因为这样瑞典目前仍然是北韩最大的外债国 大家应该想说有图才有证据吧 各位请看 直到现在 在北韩仍然可以找到1972年和1973年生产的 富豪144型汽车 贝克特·林德沃在2015年拍摄到了这辆车 当然这台车已经不再是管理阶层的私人豪华房车了 但它还是继续在行驶载人 顺便提一下 贝克特把装有这张照片的记忆卡 藏在袜子里面偷偷地带出来了 最大的骄傲 现在我们常常都是通过军事关系了解北韩 例如他进行了很多次的火箭发射实验 这个国家不遗余力地赞扬自己值得骄傲的军队 所以我们很常看到武器和阅兵典礼的官方照片 特别是有拍到金正恩的照片 金正恩在视察北韩人民军女性士兵的照片 看起来还蛮妙的 不过各位观众看到这个登峰造极的人物是 是不是也激动到了忍不住掉下眼泪呢 请在留言板里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会誓死保护金正恩将军 北韩的花式游泳队 伴随着这首歌曲进行表演 真的是非常的爱国呢 军队也有着和台面上照片不同的内幕 这些士兵可能是在农场里工作 或者是推着公共汽车 不然就是躺在草坪上睡觉 当然金正恩绝对不想看到这种不像画的照片 另外还有其他的士兵监视着这一个地区 这里经常有人名逃往韩国 也许人们正在试图逃离如此美好的生活和繁荣的社会 所以这样的照片是禁止被拍摄的 缩图的照片 为了结束关于北韩的话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埃瑞克弗拉格的另一张照片吧 这张照片同时展现出了 北韩宣传的华丽样貌 还有光鲜亮丽的木帘 背后大多数人不那么光明的生活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的话 请帮我们按个赞 另外也别忘了订阅本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影片了 为了不让各位感到无聊 我们马上就会开始着手制作新的精彩影片 那么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